欢迎大家收看艺术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首新的披头式乐队的曲目 出人意料的《富有灵魂》 格拉斯顿博里音乐节门票销售推迟两周 六期公司为Cedar Fair合并筹集了31亿美元的融资 一场关于马奈和德加的展览探讨了创作竞争 美国芭蕾舞团在十年后重返中国 此举显示出美中关系有所改善的迹象 请大家收看 一首新的披头式乐队的曲目 出人意料的《富有灵魂》 《经济学人》 披头式最后一首新歌此时此刻已经发布 并因其使用人工智能AI技术而引起关注 这首歌曲中包含了约翰·列农 在去世前录制的演示音鬼 与保罗·麦卡特尼和林哥·斯塔尔的伴奏一起演唱 这首歌被描述为 列农原始黑白演示音鬼的彩色版本 其发布凸显了披头式乐队的持久魅力 在音乐制作中使用人工智能越来越普遍 使得失落的录音和声音得以重现 格拉斯顿博里音乐节门票销售推迟两周 BBC 为了对那些不知道他们的注册已过期的顾客公平 格拉斯顿博里音乐节的门票销售将延迟两周 音乐节要求参与者提前注册身份以防止倒票 上个月一些旧的个人资料被删除 许多粉丝声称他们没有被告知删除的事情 音乐节的门票销售将于2024年6月26日至30日开始 搭乘大巴旅行的门票将于11月16日开始销售 普通路场门票将于11月19日开始销售 2024年的门票价格上涨至355英镑 这将是疫情后音乐节第三次举办 2020年和2021年的活动都被推迟了 6期公司为Cedar Fair合并筹集了31亿美元的融资 彭博社 Sickflex Entertainment Court已经从高盛获得了31亿美元的债务融资 以支持其与Cedar Fair Entertainment Court的全股票合并 这笔资金包括高盛提供的23亿美元为期364天的贷款 以及8亿美元的循环信贷额度 Cedar Fair的投资者将拥有合并公司51.2%的股本 而Sickflex的股东将拥有48.8% 一场关于马奈和德加的展览探讨了创作竞争 经济学人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一场新展览 探索了爱德华、马奈和爱德加、德加之间的关系 这个名为《马奈·德加》的展览 考察了这两位艺术家如何相互影响和有时发生冲突 展览中包括了德加送给马奈的一幅画作 而马奈随后用刀攻击了这幅画 剪掉了他妻子的脸 这个展览旨在展示这两位艺术家如何相互启发 并邀请观众思考他们对彼此的影响 美国芭蕾舞团在十年后重返中国 此举显示出美中关系有所改善的迹象 彭博社 美国芭蕾舞团已经十年来首次回到中国 这标志着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改善 该团的85名舞者正在上海演出 随后将前往北京 此次巡演在本月晚些时候举行的亚太金河组织峰会上 乔·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会面之前进行 损害和破坏风暴Siren的图片 BBC 风暴Siren袭击了英国、海峡群岛和欧洲部分地区 造成强风、暴雨和洪水 英国南海岸已被英国气象局发布黄色风暴和暴雨警告 该地区有300多所学校关闭 并在汉浦郡、怀特岛和泽西岛宣布了重大事件 由于风速高达102英里每小时 泽西岛的数十人已被疏散到酒店 这场风暴严重干扰了英格兰南部的交通路线 环境署警告南海岸82个地区可能发生洪水 法国西北沿海地区也受到了128英里每小时的大风袭击 120万人断电 西班牙也发布了暴雨和强风警报 日日将成为怀特岛音乐节的头号主演 BBC、The Prodigy、Pet Shock Boys和Green Day 将在2019年6月的怀特岛音乐节上担任主角 其他将表演的艺术家包括Pin、Simple Minds、Zora Larsson和McFly 音乐节的推广人员约翰、吉丁斯表示 他终于成功地邀请到了Green Day 他在过去5年一直在努力邀请他们 该活动将于6月20日至23日在纽波特的Sea Close公园举行 为什么Kirstie McCall的生动流行音乐事业并非童话故事 为报 英国已故歌手兼辞曲创作人 Kirstie McCall将以一套名为《看那个女孩》的新巴掌 CD盒装套装来纪念 McCall于2000年去世 以以The Progress合作演唱的圣诞经典歌曲 《纽约童话》和《Billy Brad的新英格兰》而闻名 这套套装包括了McCall的所有录音式专辑 以及一张珍惜曲目的唱片和两张现场录音唱片 McCall的职业生涯备受好评 拥有一大批忠实粉丝 但他从未取得主流成功 他以机智而深情的创作和强大的现场表演而闻名 最后的歌曲是一种深情的结束表演 《味爆》 披头式的最后一首单曲 《Now and Then》在最近一部BBC1的电影中 简要讨论了其制作过程 这部电影巧妙地避免提及 乐队在90年代中期发行的前后续作 Free as a Bird和Real Love所受到的冷淡反响 《Now and Then》是一首情感丰富的钢琴民谣 其中包含了约翰 列农的《AI辅助人生》和保罗《麦塔特尼的新人生》 歌词表达了对披头式之间的纽带的渴望 这首歌被无缝地重新制作 技术进步提高了列农人生的质量 关于这首歌的目的仍然存在疑问 它似乎并不是为了经济利益 或增强披头式现有的目录 相反 它可能是麦塔特尼的一个结束行动 它一直试图保持乐队的团结 并不知疲倦地努力 创造一个美满的结局 来结束他们的故事 《披头式》将发布一首 由AI技术驱动的新歌 其中包含列农的声音 《路透社》 最后一首由人工智能AI创作 以约翰 列农的声音为特色的《披头式》乐曲 将与乐队的第一首歌《爱我吧》一同发布 这首名为《此时此刻》的歌曲 将作为一张双A面单曲发布 这首歌曲使用AI技术从录音中分离出乐器和人生 歌曲还邀请到了幸存成员保罗 麦卡特尼和林哥 斯塔尔以及已故的乔治 哈里森的贡献 这次发布还附带了一部12分钟的短片 其中包含了乐队成员和电影制片人彼得 杰克逊的独家镜头和评论 英语版《男孩和苍鹿》预告片中出现了 弗洛伦斯、普和克里斯蒂安·贝尔视频 雅虎 GKids和吉普利工作室发布了 宫崎骏的新电影《男孩与鹿鸟》的英语预告片 预告片中包括了英语配音演员阵容 其中包括弗洛伦斯、普、克里斯蒂安·贝尔、罗伯特、帕丁森、马克、 哈米尔和威廉、达福 该片讲述了一个名叫马希托的年轻男孩 在二战期间 他的母亲在一场火灾中去世 并被一只神秘的鹿鸟吸引进入了一个灵异的世界 《男孩与鹿鸟》将于12月8日在美国上映 马来西亚在1975年男同心恋之间的亲吻事件后 强制实施了音乐会的关闭开关 英国每日电讯 马来西亚的音乐会组织者将被要求配备一个断电开关 以切断违反指导方针的表演 此前一场音乐节因为英国乐队被1975的主唱 在舞台上亲吻的一名男性乐队成员而被取消 这一事件促使Good Vibes音乐节被叫停 并引入了对外国表演者更严格的审查 马来西亚副通讯和数字部长张念群表示 这个开关将在不受欢迎的事件发生时切断电力 这一举措将帮助外国艺术家遵守当地文化 新地披头式歌曲 美联社 披头式的最后一次录音作品 此刻与过去与爱我吧一同作为双尾面单曲发布 这首歌曲是通过机器学习完成的 因为在1970年代 约翰列农从小野养子那里得到的原始磁带 被发现存在技术限制 这次发布是在约翰 列农遇害40年和乔治 哈里森去世20年之后进行的 乐队成员发布最后一首歌《此时此刻》 未爆 披头式乐队发布了他们被描述为 最后一首共同创作的新歌 名为《此时此刻》 这首歌完成了一系列由约翰 列农创作的歌曲 于1994年 由约翰的妻子小野养子 以演示形式交给保罗 麦卡特尼 磁带上写着献给保罗 麦卡特尼和其他剩余的披头式成员 从这些录音中创作了两首新歌 《自由如鸟》和《真爱》 每首歌都在英国成为了前五名的热门单曲 《自由如鸟》在1995年12月达到第二名 《真爱》在1996年3月达到第四名 歌手因版权侵权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而被起诉 未爆 Maria Carey因版权侵权被起诉 涉及她的热门歌曲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歌曲创作人安迪 斯通以Wins Vance的名字演唱声称 凯利的歌曲是她于1989年发布的同名歌曲的复制品 这是斯通对凯利提起的第二起诉讼 她在2022年撤回了类似的指控 斯通的诉讼声称凯利的歌曲在歌词和和弦进行方面与她的原创作品有50%的相似度 凯利尚未对这起诉讼做出回应 一款具有透视能力的摩天大楼攀爬游戏 未爆 攀登者是由游戏公司Don't Nod发布的一款攀登游戏 游戏的重点是如何在环境中导航 而不是其广阔空间的可能性 玩家通过使用卡拉比纳和绳索来控制角色攀登山峰 游戏提供了一个无言的怀旧的故事 背景设定在文明的废墟中 主角面临着不存在的威胁或死亡风险 这真的是漫威的终局吗 未爆 综艺杂志Variety对漫威最近和未来的项目进行了深入调查 揭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细节 这篇名为《漫威的危机》的新文章暗示 漫威工作室似乎陷入了一些困境 尽管很难相信制作了复仇者联盟 终局之战的工作室会陷入任何危机 但看起来在我们看到新的漫威电影之前 还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障碍 首先 有关乔纳森 梅杰斯 Jonathan Majors的问题 他被选中扮演康克罗斯 Con the Conquer 漫威似乎将其推为下一个大反派 但现在 Variety报道称 梅杰斯因家暴和残忍行为的指控 而被他的代理人解约 这些指控让漫威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 不得不争分夺秒地寻找解决方案 但这还不是全部 漫威还要应对一系列一般般的迪士尼加系列剧的后果 漫威的电视剧稀释了电影的吸引力 让人感觉像是在工作 这也引发了连续性问题 报道中提到了永恒族中的一个时刻 该片于三年前上映 问漫威最后一次提到一个300英里高的机器人 是什么时候 答案是 在绿巨人女士的一集中作为一个隐藏笑话 所以 是的 似乎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虽然文章指出漫威正在考虑一些解决方案 包括让毁灭博士替代康克罗斯 但他也建议工作室需要以更慢的速度制作更好的产品 毕竟如果洛基的最后一季暗示了康克罗斯 而洛基第二季的结局将出现康克罗斯 他们最好尽快找到解决方案 歌手的土著根源争议震动加拿大原住民 微爆 在一部纪录片中 指控美国流行民谣歌手 巴菲·圣玛丽·巴菲·塞玛丽 对他的土著血统进行了歪曲 这一指控在加拿大的原住民社区引起了震动 圣玛丽声称自己出生在加拿大 她自称是一位克里人创作歌手 长期以来一直将自己的身份 追溯到萨斯喀彻温省的皮阿波特原住民保留地 声称自己于1941年出生在那里 圣玛丽说她在婴儿时期被生物母亲带走 并由美国的一个白人家庭抚养长大 但上周 加拿大广播公司发布了一部纪录片 对这一叙述和她对土著血统的声称提出了质疑 引发了争议 怀特岛音乐节宣布2024年的男性乐队为主要表演者 英国独立报 2024年的怀特岛音乐节因其阵容中没有女性主唱而受到批评 在主舞台上的16个表演中 只有三个是女性 音乐节阵容中缺乏性别多样性是音乐行业中的一个问题 近年来男性表演者占据主导地位 2022年的一项调查发现 在英国顶级音乐节上 只有十分之一的主唱是女性 缺乏女性代表 引发了对行业更多包容性和多样性的呼吁 这是个悲伤的日子 堪萨斯篮球教练比尔·塞尔夫对鲍博·奈特去世的反应 雅虎 堪萨斯篮球教练比尔·塞尔夫在周三的一场表演赛前 向传奇教练鲍博·奈特致敬 塞尔夫赞扬奈特对篮球运动和他的球员所做的贡献 强调奈特球员的高毕业率 以及他对一位瘫痪的前球员的支持 塞尔夫承认奈特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但说没有人能否认他为许多人做出的贡献 奈特作为印第安那大学主教练 赢得了三个全国冠军 最近以83岁高龄去世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也是你们的观察员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是关于披头式乐队的消息 他们最后一首新歌 此时此刻使用了人工智能技术 让我们能够听到约翰·略农 在去世前录制的演示音轨 这首歌展现了披头式乐队的持久魅力 同时也展示了人工智能 在音乐制作中的应用 接下来是关于格拉斯顿博里音乐节的消息 为了公平起见 门票销售被延迟两周 以便顾客有足够的时间注册 这次音乐节将是疫情后的第三次举办 票价也有所上涨 然后是关于六七公司和Cedar Fair合并的消息 为了筹集资金支持合并 六七公司从高盛获得了31亿美元的债务融资 这对于两家公司的合并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接下来是关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一场展览 这场展览探讨了爱德华、马奈和爱德加 德加之间的创作竞争 展示了这两位艺术家如何相互影响和启发 然后是关于美国芭蕾舞团回到中国的消息 这标志着中美之间文化交流的改善 也展示了两国之间良好的关系 接下来是关于风暴Siren的消息 这场风暴给英国和欧洲带来了强风、暴雨和洪水 严重干扰了交通和生活 然后是关于怀特岛音乐节的消息 The Prodigy、Pet Shock Boys和Green Day将成为音乐节的主角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 接下来是关于Customer Call的消息 他的音乐事业备受好评 但从未取得主流成功 现在他将以一套新的CD盒装套装的形式纪念 然后是关于披头式的消息 他们发布了一首由AI技术驱动的新歌 其中包含了约翰、烈农的声音 接下来是关于宫崎骏的新电影《南海与鹿鸟》的消息 这部电影将于12月在美国上映 预告片中展示了英语配音演员的阵容 然后是关于马来西亚音乐会的消息 由于一场事件 音乐会组织者将被要求配备一个断电开关 以切断违反指导方针的表演 接下来是关于披头式的消息 他们发布了最后一首共同创作的新歌《此时此刻》 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结束 然后是关于马来西亚的版权侵权指控的消息 她被指控侵犯了一首热门歌曲的版权 这引发了争议 接下来是关于一款名为攀登者的游戏的消息 这款游戏重点在于如何在环境中攀登 给玩家带来了独特的体验 然后是关于漫威工作室的消息 最近有一些关于工作室的困境的报道 但我们相信他们会找到解决的办法 接下来是关于巴菲、圣瓦利的消息 她被指控对自己的土著血统进行了歪曲 这在原住民社区引起了震动 最后是关于怀特岛音乐节的消息 有人批评今年的阵容缺乏性别多样性 呼吁音乐行业更加包容和多样化 这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希望大家喜欢 请大家留言、分享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我会在评论区与大家互动 谢谢观看 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